新內閣的第三波名單公布 聚焦財經相關部會 大多都來自產業或學界 國科會 金管會和工程會的主委人選 全都是新面孔沒有留任的首長 而且六位當中有五位是武黨籍 行動創新內閣 讚 率領六位內閣新成員亮相 准格魁卓榮泰宣布 這回的主題是智慧創新 行動創新內閣 我們要展現的就是AI及國力的企圖心 廣納各個專業領域的傑出人才 財經相關部會出現許多生面孔 因為大多來自產業或學界 身價破百億 從越科技董事長郭志輝接任經濟部長 眾研院出身 台灣自通訊領域的頂尖專家 黃彥南接掌數位部 至於國發會主委出現黑馬 由前IBM工商事業群總經理 劉敬青出任 因為我是來自於這個民間 我大概對這個五缺的問題是 感受很多了 上任以後再來跟各位報告 準經濟部長郭志輝上任後的首要考驗 自然就是如何解決五缺困境 至於國科會主委從學界借降 南台科大校長吳成文接任 金管會則是政大商學院副院長 彭金龍接掌 而前宜蘭代理縣長陳經德因為曾被監院彈劾 若今將出任工程會主委是這回最具爭議的首長人選 陳經德主委過去確實有過監裁院的彈劾 他是受到申戒的處分 申戒是在九項太陽當中最輕微的一項 也不影響他續任任何公職的權利 準格魁試圖幫緩家 而第三波公布的六位人選 只有陳經德是民進黨籍 其餘五人都是無黨無派 展現出新內閣專業掛帥的精神 記者林先生 蕭瑞盛 盧波聰 台北報導